Hello, 大家好, 我是桑普 晚上, 今天跟大家做桑普频道 今天讲什么呢? 中国新闻, 好吗? 我想有一些中国的消息可以跟大家讲 这些都是媒体上有报道 而且在很大程度上 已经得到印证的东西 我们不会报中国新闻在乱吹 所以希望大家都明白 我也要花时间搜集资料 看一些不同的报道 希望大家继续 comment like share, subscribe YouTube Patreon Patreon 每月定额付费可以赞助本人 也都帮助到协会 另外, 也都看完广告 看完影片, 和利用Superfans的功能 赞助货金本人 YouTube 有个钱钱Thanks的按针 按下去可以 小额捐款给我 非常开心的 我们讲中国新闻, 当然看到 4月10日 美日峰会 我们都昨天有时间讲过 美日峰会涵盖哪几个重要的范畴 4月11日 明天我们和 傑斯的新苏海神州 都会继续讲这件事 4月11日就是美日非峰会 这两个峰会 基本上是坐定了 美国是承诺 和菲律宾的承诺 的联盟 坚弱铁甲 和台湾就坚如盘石 和菲律宾就坚如铁甲 不是铁甲威洞 铁甲威洞 就不知道了 总之用铁甲 去保护什么 盘石 在这种情况下 希望不只 军事安保 还要经济 科技上面 打通 铝送经济走路 即是说 你 小曼赫斯 菲律宾总统 不要再想着 在中美套力了 挨过来 美国有利着素 跟着小曼赫斯 亦都勇敢地和美国站在一起 虽然他都有和中国盘算的打算 但 已经逐渐逐渐疏离中国 尤其最近人外交的事件 也就是这样 那我要讲的是什么呢 美日 美日飞 搞了大堆东西 跟着呢 马英九做了习近平的马前出 变了一个猴气的人 好了 即是耍猴的人 好了 跟着呢 中国在11日 派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 访问北韩 建金正一 这次呢 名义上就是友谊之旅 就是呢 中国和北韩建交75周年 但是突然 这样约束 是9号先斧的根 讲给大家知道 有这样的计划 可以这么说 事出突然的 为什么这么突然呢 肯定中国共产党 当然收到个数 收到的情况就是说 410和411 是中国一个非常大的挫败 因为美日的安保条约大幅升级 日本的联合司令部 和美军的 诸日美军的组织结构的重组 其实在在都是使得中国很害怕的 跟着美国对于和菲律宾的关系 就是军港的问题 互相联合巡逆 这个巡逻 军演根本上甚嚣尘尚 已经做了 而且继续这样做 跟着每一个人都口非常硬 就是吓了一颗 就因为这一阵 这一阵 才对习近平摸摸头 跟着呢 要踏马 不止踏马英九这一只 不是对习近平摸摸头 对马英九摸摸头 于是他踏马 不只是踏马英九这只马 还要踏金正恩这只马 于是乎呢 就趁着中韩 中国和北韩呢 七十五周年的建交之制呢 派召洛制去北韩的地方 但是众所周知呢 你原政治上面呢 要有几件事要知道 北韩呢 一直是用武器 在援助俄罗斯的 你这样做 是不是叫做 坐定你自己是 中 朝俄的输送武器呢 就是说 始作涌借中国 而透过北韩 输送武器给俄罗斯呢 另外就是 核杀 北韩呢 继续搞核杀 那这两个东西的话 你又没有 又没有去 discourage呢 当然没有了 在这种情况下 中国没有做到事 那北韩呢 是不是就是听中国话呢 我告诉你 北韩呢 赚钱而已 你要我去运武器给俄罗斯 我解释是这样啦 北韩是听中国指示 是收钱的 核肆 是拿来扭屎乎花的 扭给谁看 既扭给中国 又扭给俄罗斯 也扭给美国看的 骨髓 OK 这两样东西的话呢 北韩会继续做 金正恩已经说过了 他已经放弃了和南韩呢 去谈判统一计划 已经失望了 需要增强自己核武的能力 那这个就是他在拜登时代的一种 这个断言 而南韩最近又有国会选举 那执政党呢 是基本上大败 那大家看到总统 即是大统领 他们本身五年选一次 连选不得连任 但是这个国会呢 也都会看到 在野的民主党 这个李在明 非常亲重 甚至不想得罪中国 是南韩的马英九 他竟然得到这个民主党 这个民主党 这个民主党 左交政党 也都奪得在韩国选举 一个相当大的一个比例 那按照民主的选举原则 那当然他没有办法去推翻这个总统的 那导致潮小野大 那内阁也有很多人辞职 这个点 北韩看在眼内一定会 这几天会加强核视 甚至用射导弹 中国看着这个情况 那他当然想去北韩那里 下旨渡棋 你金仔 听我说 你帮我做什么什么 你觉得金仔 真的会心悦成福吗 更关键的地方 就是当美日美日飞 他们说的是安全保障军事合作 登陆月球 美日也知道了 还要说是 人工智能量子运算 超音速的武器 是不是 无人机 军机 第六代的军机 还有电子战 水下作战 还有联合综合指挥部 美军怎么去做这个东西 和英国怎么联合军演 和澳洲怎么去合作 AUKUS 就是这个所谓的 澳英美的安全伙伴 关系 简单来说 三方之间的联盟 第二支柱 是不是要找日本一起合作 合作的情况 除了这种所谓的俗心 就是以美国对日本 美国对韩国 美国对菲律宾 美国对澳洲之类的东西 这个hub and spoke hub就是美国 and spoke就是这样的横族 那是不是在这些横族的末端 就是无论是日本、韩国、菲律宾、澳洲之间 都要互相联系呢 而这种东西的话 是不是叫web的状态呢 这种东西就是正正他们 网格化开始进行了 中国是害怕的 OK 北韩和中国关系 或者马英九和中国关系 可否做到这样呢 当然没有了 它全部不是这一皮球的东西 连经贸都没有 连铝宋经济手囊都没有 他们在说什么呢 哎 金仔 一大堆货要你买 买多些货 买之后 卖给俄罗斯 我定价 10元卖给你 你12元卖给他 说好了 Do it 你赚2元 你只要人做这些东西 你根本上不是做一些军事的同盟 你说金仔 北韩不是跟中国站得很迫 错了 蓬佩奥 即Mike蓬佩奥 在他的回忆录道 已经披露了 我记得去年年初 我都听到一个这样的说法 金正恩 当时 在见到阿侵侵 和蓬佩奥 尤其是蓬佩奥的时候 说了一番话 蓬佩奥 Mike蓬佩奥 将他写到回忆道里面 金正恩说 为了保护自己 免受中国威胁 我 金仔 金仔 需要韩国国内 即南韩里面 有美国人 美军 两个都要 是需要美军 在韩国里面 真是想美军撤出韩国的 是中国 因为中国会好像 用对付西藏和新疆的手段 来对付朝鲜半岛 这个就是金仔的原话 所以你问我 中国和北韩之间 是不是真是 即是 唐痴痘呢 No 他们的关系不可能 和自由世界之间的盟邦关系 同日而语 但 他们那种盲 他们那种 唯利是图 他们那种 完全不说理性与逻辑 是不容忽视的 正因为这样 Aucus Joccus也好 中 朝 即朝鲜 北韩 和俄罗斯 本身这个 邪恶俗心 一定少不了这三个国家 加上伊朗 哈瓦斯 这些地方更加多 所以说这些邪恶俗心 他们要慢慢走一队 即现在红海二分 搞到 现在 东亚的自由国家 走在一起 独裁专制国家 走在一起 台湾就是自由国家之一 也都是得到 Aucus也好 Joccus也好 或者 他们美日的峰会的联合声明 或者美日非的联合声明 所做到的一种 日出的 即spill over 的positive effect 台湾是承受到的 香港没办法 香港已经被 共产党食了入嘴巴里面 它就是中俄朝伊 这个系统里面 你看香港生意哪里来 大家知道 所以我就说 这个铁幕 已经在台湾海外拉开了 以前在深圳河 现在的铁幕 Iron Curtain 就是这样拉开了 真是一个悲哀 好了 看回一个比较现实的情况 中国里面 会不会利用这一点 而展开更大规模的权力斗争呢 这个就是我这一集 你都很想讲的东西 OK 我就写了 即是说 要削折江帮 斗军公 两样东西都是他现在斗的 有听我上年 这个礼拜前 我们的节目已经讲过了 福建帮的武器很重要 福建帮是什么 就是苗华 何卫东 是不是 还有这个 这个 蔡奇 蔡奇是兼福建帮和浙江帮的 但我大姑妄称之为福建帮 蔡奇 立河立峰 何卫东 黄小雄 妙华 这些 掩掩上升 好了 浙江帮呢 我说江河日下 他有很多人可以跟大家讲 那我讲过一个人叫唐一军 希望大家都不要忘记 这个就是浙江当时的宁波市委书记 也曾经跟习近平过重审问 官拜司法部长 他这个人根本上是一个 完全不是独法律出身的人 OK 他2002年在习近平主政浙江的时候 唐一军就是浙江省 纪委常委和秘书长 那在这种情况下 其实唐一军先前 已经做了几十年 在浙江搭一个 芝麻绿豆官 九品芝麻官 2016年 他叫做宁波市委书记 都是一些妾妾的 但是呢 正在19大 到20大之间 飞黄腾达 由宁波市委书记 变成辽宁省长 再变成司法部长 接了傅政华的位 他前面两任 一个吴爱英的傅政华 都被人批斗得很重要 而且他做司法部长的年份 是2020年的4月 去到2023年的1月 可见呢 习近平呢 非常喜欢唐一军的 非常信任 不是怎样拔作呢 而且 习近平是考察小组组长 亲自阴点 亲自拣出 亲自指挥 亲自领导 最近呢 他就被人家投限自省 就成为江西省的政协主席 专属 就没有司法部长做 换了另一个人 我都在上一集都讲过 希望大家有印象 换了另一个人去做 这家叫賀荣 一个女性 因为查办 协助习近平查办巡领 违规的别税案有功 甚至没有查办赵乐际的补助 于是找了他做 那为何要拯救唐一军呢 就毁莫如深 那现在慢慢开始有点眉目了 我其实 大家知道我看中国新闻 我都看了多少 我已经讲过给大家听 和恒大有关的嘛 我上一次已经讲过 和恒大许家印有关的 因为他做辽宁少将的时候 盛京银行可以批出千亿贷款给他 那最近呢 在日经亚洲 有个作家叫做中泽克尔呢 也就是4月11日 就是昨天呢 就是写一篇文章 就讲到这一点了 就是疑似和恒大和盛京银行的巨额 不良贷款有关 那这个当然是有关系啦 而紧要的地方是什么呢 习近平是找浙江帮去拉浙江帮 多厉害 找全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的院长 的检察长 就是检察长 应勇 这个是浙江帮 就是用英勇来拉你兄弟唐一军 啊 那就说呢 就是严重违纪 他没有说违法啦 严重违纪 那将63岁的唐一军 在4月2日呢 将他立案调查 那涉嫌呢 就是圣经银行 银行呢 大量不透明的大量资金 寄给这个恒大 那有千亿的难账出现 那可见呢 是这个最主要的原因 那尤其拍到一幅相 他现在post了在网络上面的就是 在任职辽宁的时候 和许家印握手 这个人握就成为了他的罪证 那因为他做辽宁 任职的时候呢 在辽宁的司法部 做法律文书的工作 那其实说到尾就是首执大权 那这个情况下 发现有个问题 于是就这样告 我就说呢 这个不是真正的原因 这些贪污舞弊的东西 和恒大的东西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这个就是藉口 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呢 那中宅刻意呢 说得很清楚的 就是有些 不是清楚 带到一些 习近平 喂 永族执政的嘛 皇帝嘛 是不是 永远不会退下来的嘛 那么多年来提拔了 那么多枝江新军 浙江帮 那么多 要剪头发 要剃毛的嘛 是不是 那么多人 没有理由安排那么多的人 坐那么多个位 增多足少 因此要减少派系规模 这个是第一 第二 那么要选一些人来打 他拔哪几个人上来啊 那刚刚说的应用 最高人民法院 最主要是检察院的检察长 接着还有这个 国安部长陈一新 军委的办公厅的主任 钟绍军 港澳版主任 夏宝龙 还有这个天津市委书记 陈敏义 这些比较浅黑一点 还有李强 一个快女 但是你想一想 这些职位 他们的权重 和权重 和这个福建邦 拥有的职位 比如蔡奇一个为例 一个黄小红一个为例 苗华为例 完全不能同日而言 福建邦 掩掩上升 浙江邦 江河日下 OK 那么问题就是说 以后第一 会不会将调查 扩大到其他的地方 包括全国房地产 由唐一军 在这件事 再云不开去 这个呢 不知道 第二件事就是 真相 我想不可能是太大白了 因为中共体制之下 秦江 李尚福 尚且如此 何况是这个唐一军呢 第三 要惨的唐一军 叫做已经被人整了下来 李强呢 半上不下 做一个傀儡 做一个小丑 真是 欲哭无泪 你想想 这个就是 习近平 或者毛泽东 经常做的事 不断树立敌人 维持内部团结 就是他们不断做的工作 这个就是浙江邦的情况 更紧要的 就是以下讲的 对军工系的整肃 军工系 军工系统是什么 就是国防工业系统 那些国企 有一间是超大型的 他认第二 没有人敢认第一 其实中国电子科技集团 记住这个名字 以后很多时间都会出现的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 简称中国电科 他的副总经理 就叫做何文忠 他去年 2023年5月上任 不够一年 11个月 就被人家 说他涉嫌 严重违基违法 落马 先前都已经在4月3日 有一个叫做 兵器工业集团的 装备保障部部长 李赵志已经落马 这次何文忠落马 他在做什么呢 其实他落马的原因 他第十一研究所的所长 做一些叫做 激光固态制度武器 就是追踪 用激光来追踪一些东西 和红外线的探测器技术 这些科学的东西 我不懂的 OK 但我想说 何文忠是整个集团的 副总经理 他当然不会真的做科研 他是管人 然后去到埋屁股 基本上就是坐下坐下开开会 喝酒食醉 这间中国电子科技集团 这么大的集团的副总经理 都去钉牌 不得了 我说一说 这间中国电子科技集团 是什么 他是一间国防机构 国有重要骨干企业 基本上是中国军工电子的 重要的生力军 亦都是网络信用系统的事业团队 所有你看到的 超巨型的一些网络 这个数位极权主义的设施 全部由这间公司去做 你在香港 你看到的 所有的东西 包括你经常说海康卫视 都是这间中国电科的子公司 OK 海康卫视 都是这间中国电科的子公司 这间中国电科是生产预警雷达 设计无人机 渡航和电子战系统 它是全国唯一的军工集团 为军队所有部门 包括陆海空军火箭军 网络的战略支援部队 还有太空作战部 全部为了服务的 没有任何第二个机构 只是这一个中国电科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 而这个中国电科正在被美国制裁 而它的子公司 海康卫视 一样是被美国制裁的了 海康卫视做什么的 全面监督的监察的议起 2019年记得到 去到荃湾、九龙湾一带很多人 弄烂这些东西 海康卫视 这些这样的设备 正正在监督香港人 你们出街看到那些所谓的 涉象头 其实说到监控仪器 这间公司出的 海康卫视 而海庫卫视在上面 就是这一间中国电科 中国电科是特大型的中央企业 是由47间国家级研究院所 11间上市公司 和26间国企合并 而形成 有20万个员工 亦都是财富500强之一 3月 何卫东说过 要打击军内的虚假作战能力 今天是不是在说 何文宗之类的人 或者之前 在兵器工业集团说的 李肇志的人 就不得而知了 那是不是在说中国的作战能力 到今天都是虚假的呢 怪不得知中宣部 叫停了 铲除了 这些这样的宣言 说了之后 没有人报 有报的 铲除 是不是这样呢 大家知道 而且 军工系统 这只不过是引向深入的一步 以前兵器工业集团 都不是最大的 这个中国电子科技集团 副总经理 何文忠 是军工系的重要骨幹 是不是 这些这样 一路这样查下去的话 不得了 中央委员也有部分军工系出身 查到哪个 勾到哪个 人人自危 这一点呢 就是现在习近平正在做的事 趁着他 还在做皇帝 要整式利智 整治群臣 使得每个人都仁人自危 喂 不斗你 不搞你 不退下毛 不洗下操 怎样去做皇帝 我不斗到你们自己互相害怕 勾心斗角 我这个皇帝位 怎可以坐得来 这个就是习近平的心法 啊 中国真是无官不贪的 有个前反贪局的副局长叫劉立軒 受贵案受财 他是前中央秦次组的副组长 更奇怪的是什么 不止他因为受贵罪 揭发他的外国人 啊 始终是中国人 揭发他的外国人呢 更加朴朔迷你 所以中国最近很多新闻很怪的 或者大家 台湾的人 或者香港人 很多人都不看这些新闻 但我觉得怪的地方是什么呢 如果按照毛泽东的策略 应该是说 搞派平衡的嘛 啊 或者是说呢 不断拉一派打一派的嘛 但呢 独捧福建帮 接着浙江帮和军公是呢 打打打打打打 很奇怪 奇怪的地方就是说 现在是不是福建帮抬头 而习近平觉得OK 还是他本身 都是觉得如芒刺在背呢 这个就是我很大的问题了 如果是后者的话呢 一场巨大风暴可能正在内陵 如果是前者的话呢 那我问你了 你说你被整息的这帮人 你会觉得完全掩旗息枯吗 那你剩下的福建帮 独大 之间又不会分裂吗 所以 横又死 店又死 遲早死 不如早点死 习近平死那一天呢 一定和大家在这个地方那里 大肆庆祝 我告诉大家 一定等到这一日的 OK 这一集就到这里 明天再和大家见面 明天又有新桑海神租